文章来源环球人物杂 家里孩子没人带恐怕是许多年轻父母的噩梦 而意大利总理焦尔吉亚 梅洛尼的解决方案是带娃全球出差 7月27日梅洛尼的专机降落在了北京 人们很快注意到和他手牵手走下闲踢的 是他8岁的女儿吉维拉 作为一名单身妈妈 梅洛尼把带娃做到了极致 在许多重要外交场合 他都会带着吉维拉同情 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女 很快在国际外交界出了名 为什么梅洛尼会选这个时候 带着女儿来华见世面呢 推动众议合作 7月29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料鱼台国宾馆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梅洛尼访华期间 众议两国签署了新的三年经济合作行动计划 该计划涵盖了包括电动汽车 新能源 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 梅洛尼访华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意大利官员表示 梅洛尼此行将寻求在共同关心的领域 重启 一中 双边关系 众议经贸关系紧密 截至2024年 共有近1600家意大利企业 在华开展业务 其中既有斯泰兰蒂斯集团 这样的汽车生产巨头 也有大量中小型企业 中国对意大利实行15天免签政策 为意大利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便利 今年年初 意大利工业部长阿道夫 乌尔索表示 一方正在与比亚迪 奇瑞和长城 三家中国汽车生产商谈判 目的是至少吸引一家生产商 来意大利建厂 5月 意大利斯泰兰蒂斯集团 宣布与领跑汽车成立合资企业 在意大利生产电动汽车 有学者认为 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启动反补贴调查的背景下 意大利政府招揽中国车企 在本国投资 是希望建立中国技术 促进意大利汽车产业和市场 向新能源领域转型升级 重庆大学经浴研究院副院长 意大利研究专家钟准 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 梅洛尼此次访华 对于推动众议合作 具有积极意义 在国际外交和国内政治上 他都以灵活和现实著称 自2022年当选以来 梅洛尼已在意大利执政近两年 超过了意大利总理在任的平均时长 从曾在餐馆打工的女孩 到意大利的总理 梅洛尼的成功离不开母亲二子 有件小棉袄 在本次访华期间 梅洛尼的女儿吉威拉 无疑是意大利代表团中 最抢劲的成员之一 抵华不久后 她便与妈妈参观了北京的一家宫廷菜博物馆 在参观过程中 吉威拉俏皮地把蓝色围巾系在腰间 一路和梅洛尼有说有笑 为这次访华增添了不少欢乐和活力 这并不是吉威拉第一次为梅洛尼天才 2023年12月 梅洛尼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 与印度总理莫迪合影 人们很快注意到 梅洛尼的手机壳上写着几个小字承认焦虑 旁边还写着不少缓解焦虑的小窍门 我们的总理也焦虑了 这一消息很快传回了意大利 梅洛尼的发言人随后表示 这个手机壳是吉威拉送给梅洛尼的礼物 当时梅洛尼刚和男友分居不久 总理工作也十分繁忙 吉威拉因此很贴心地送给了妈妈 一个应对焦虑的手机壳 这并不是吉威拉第一次当梅洛尼的小庙 意大利媒体还在一张照片中发现 梅洛尼外出时习惯戴着一件手环 上面写着妈妈永远在我心中 不用说 这也是吉威拉送给梅洛尼的小礼物 梅洛尼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秀自己对女儿的爱 在近期发布的一篇铁文中 她展示了女儿留给她的一张便签 上面写着妈妈我爱你 梅洛尼在体文中写道 这就是我的力量与后盾 在一次母亲节专访中 梅洛尼笑着透露 我不擅长向女儿说不 我也想像我妈妈一样 让女儿什么事都自己做 但我很难做到这点 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会去陪着女儿帮她看作业 我也经常在女儿班级的家长群里 参加讨论和投票 在2022年举行的G20峰会期间 梅洛尼带着吉威拉出场 面对国内的一些批评声 梅洛尼强硬地回应道 我女儿该怎么长大 和你们无关 我有权利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 去当一个母亲 也有权利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 保证吉威拉不会失去母亲的照顾 中准表示 母亲是梅洛尼为自己树立的重要公众形象 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 意大利人家庭观念更加传统 母亲这一形象 也在意大利人的生活中 占据重要地位 通过戴娃出境 梅洛尼很容易让普通意大利人产生共鸣 梅洛尼与吉威拉之间亲密的母女关系 与她童年经历关系很大 在梅洛尼两岁时 身为会计师的父亲突然辞去工作 登上一艘开往西班牙的邮轮 一去不返 被父亲抛弃一年后 梅洛尼家的房子意外失火 死里逃生的母亲安娜 带着两个孩子 搬到罗马市郊加尔巴迪勒区的 一栋45平方米的小公寓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自己常被同学嘲笑没有父亲 还意味超重 被同学起了没朋友的胖女孩的绰号 这段经历在她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 在之后的日子里 她几乎都在与饮食障碍做斗争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母亲成为梅洛尼的人生支柱 引导她坚强与独立 在母亲的鼓励下 梅洛尼爱上了阅读 还加入了学校的运动队 最终一点点走出了青年时的阴霾 为了完成学业和补贴家用 梅洛尼当过餐厅服务员和保姆 生活的困窘 让她很早就开始思考 政治与社会问题 1992年 15岁的梅洛尼在一个昏暗的地下室 加入了右翼组织青年阵线 意大利《共和国报》称 她此举其实是对父亲的复仇 因为她父亲反对右翼政党 高中毕业后 梅洛尼加入意大利政党全国联盟 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并于2006年第一次当选意大利议会议员 有媒体称 梅洛尼当选议员后 当年抛弃他们母女的父亲 曾与她联系过 原来抛弃家庭后 父亲又在西班牙重新结婚 并生了四个孩子 梅洛尼很少谈论自己和父亲的关系 在得知父亲居事后 梅洛尼告诉媒体 我既不感到仇恨 也不感到悲伤 我对此无动于衷 进入议会后 梅洛尼很快受到意大利前总理 贝卢斯科尼的赏识 2012年 在贝卢斯科尼的支持下 梅洛尼创立意大利兄弟党 并自认党魁 梅洛尼通向总理之路 就此开始 另一条发展道路 在意大利政坛中 梅洛尼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在众多年老的男性政客中间 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梅洛尼 吸引了许多选民的注意 但梅洛尼的特别之处 不止于此 钟准表示 多年来 意大利政坛高度碎片化 许多政党往往靠多党派联盟 才能实现执政 而梅洛尼领导意大利兄弟党 在2022年前 都没有加入过任何执政联盟 一些意大利人 也因此开始是意大利兄弟党 为主流政党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2022年 羽翼丰满的梅洛尼 带领由意大利兄弟党等 多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 在大选中获胜 当选意大利总理 梅洛尼的当选 在欧洲引起震动 有不少观察家是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位 及右翼政党 并称其与意大利新法西斯运动存在联系 梅洛尼一直反对这些指控 在一次演说中 他强调 意大利兄弟党的基因中 没有怀秀的法西斯分子 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分子 中准认为 自担任意大利总理以来 梅洛尼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姿态 在国内政治上 他选择与不同政治派别合作 巩固政权 同时 他也努力加强 意大利在欧盟内的话语权 尽管在当选前 梅洛尼曾对欧盟多有批评 但其根本立场 并非希望意大利脱欧 而是希望对欧盟相关制度进行改革 使其更符合意大利的利益 改善对华关系 也是梅洛尼现实外交的一部分 中准认为 作为西方国家中的一个中间国家 意大利与中国不存在显著的战略竞争关系 两国经济合作的动力与潜力巨大 中准说 尽管中欧经济合作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讲 活距离 瀚地 漫 existence 对